腾讯体育11月3日 前段时间有关一部会在美国大联盟的比赛结束后 在学会的欧洲比赛的消息不断被爆出 英勺的曼联以及一甲的米兰都与一部联系在一起 而来自意大利罗马体育报的记者 同时也是著名的转会专家佩杜拉的消息称 一部非常愿意回到米兰踢球 他并不在乎薪水 而且也会接受队内第三中锋的定位 宁记部一部渴望回归米兰一部 在今年的三月份离开了曼联 来到了美国职业大联盟球队洛杉矶银河 而在该队效力期间 一部也展示了自己的强大 在大联盟出场27次 打入22球助攻六次 制造了28个锦球 虽然一部发挥高光 但是他所在的洛杉矶银河 并没有进入季后赛 而这也意味着一部从现在开始的明年的三月底 他会进入休假期 此前 媒体就爆出了曼联与米兰 希望在东朝开启之时租借一部的消息 曼联主帅莫里尼奥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辟谣 而米兰方面对质疑问题的态度却一直比较曖昧 球队高官来昂纳都这样说道 一部和米兰的联系很紧密 每个AC米兰人都知道他 我们不能否认 请回一部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想法 一部是非凡的 他相当特别 而来自于大域罗马体育报记者佩杜拉的消息称 一部目前希望重返欧洲独坛踢球 并且非常愿意回到米兰踢球 而且在近段时间里来昂纳多进行了评 烦得联系 关于薪水问题 一部并不在乎 而且这比潜在的交易 并不会受到FFP方面太多的阻拦 瑞典人也愿意接受第三中锋的定位 以华耶与顾克罗内候 面对一部伸出的感染之 目前就等待米兰俱乐部的想法了 而从目前的情况看 一部在美国大联盟的经济状态不错 他如果租借到米兰肯定对球队的实力是巨大的补充 同时一部的经纪人 拉伊奥莱也与米兰是老熟人 他旗下的阿巴特与多纳鲁玛都是米兰球员 因此在租借和同的谈判上也没有阻碍 对于爆料的佩都拉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这位记者是意大利著名转会专家 而且对米兰双雄非常熟悉 最近夏伯鲁奇回归刘文 同时卡尔达拉与一光阴固化东亚的消息就是他第一个曝出的 小飞